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洋将 善待暮年 花开花蟹 潮起潮落 不经意间我们正走向人生的暮年 从呱呱坠地到两鬓染霜 岁月的行囊里装满了酸甜苦辣 接下来 在夕阳的路上能走多远 取决于我们的体魄和心态 在曾经的岁月里 每个人都会有大小不一的光环 但这光环已是过去式 当光环退去 谁都是柴米油盐 谁都是一介不一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 到最后才发现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我们曾如此期望外界的认可 到最后才知道 世界是自己的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毫无关系 今天我们生活的国度里 研发浪潮席卷而来 老年人的比例越来越高 年轻人的负担越来越重 老年朋友们 何不错开尖峰时间出行 给公共交通缓解压力 与年轻人相互理解 相互关怀 相互尊重 何乐而不畏 不要满怀胶着 期待子女 常回家看看 子女们有各自的生活和事业 她们像永不停歇的陀螺一样 上有老 下有小 老是西洋 小是遭阳 遭阳总比西洋 更令人关注和憧憬 这是动物繁染生息的法则 是规律 谁也不能违背 记住 年轻人永远比老年人忙 人生 夫妻也好 母女 父子也罢 不管是怎样的水乳交融 心心相细 每个人 都是生命的独立个体 因此 我们要学会在孤独的时候 给自己安慰 在寂寞的时候 给自己温暖 老要有老的风骨 老要有老的优雅 正如冲华秋时 四季轮回 各有风采 慕年是美好生活的开始 是一种从容 甜阔 悠哉 游哉的状态 愿我们 保持一颗宁静的心 少些期盼 多些宽容 宠辱不惊 去留无碍 微笑向前 善待 慕年的自己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陪伴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